整租公平三身素果白的滿滿滿 中秋節快到了 不少民眾也來拜拜 上午拜祖先 下午拜地雞主 求財拜土地公 姻緣則是拜月老跟月娘 但拜拜也是有梅干 拜地雞主除了要準備兩雙筷子 三杯酒精子 最重要的是兩碗雞腿飯 雞腿絕對不能切 因為地雞主要整隻拿起來吃 切得雞腿拜的則是好兄弟 千萬不能搞錯 地雞主可能有一個老婆 所以是夫婦兩個 所以我們準備兩套便當 求姻緣拜月老 但北中南的月老愛吃的也不同 台北萬華龍山寺 有信徒拿蛋塔去拜 得到三個醒筊 隔天說立刻就被天菜搭訕 或是可以準備甜甜圈或巧克力 似乎越甜越靈驗 台中樂成宮月老 則是愛吃小泡芙跟果凍 但不愛巧克力 口味比較傳統 愛餅 甜點啦 你就是隨興就好 台南大觀音庭月老工作前 甜食種類更是澎湃 甚至還有珍珠奶茶 這裡的月老比較容易 千層陌生人姻緣 喜歡喝發酵乳 巧克力飲 蘋果牛奶 等等比較愛配飲料 台南人喜歡吃甜食 然後月老就跟著一起 喜歡吃甜食 吃甜食就是月老可以保佑說 就是情侶之間的關係 可以比較好一點 中秋節拜拜 神秘口味喜好大不同 地雞主愛吃不切的雞腿飯 月老愛吃甜食 北部可以準備蛋塔 巧克力甜甜圈 中部傳統餅乾為主 台南月老愛喝飲料 抓緊神秘味蕾 或許就有機會 快快找到好姻緣 記者南部綜合報導 我是戴麗鋼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